大家好 我这颗三角梅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 给它做了一次大的修剪之后 给它补充了三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现在它的根系长得是非常的发达 而且整颗三角梅的植株长满了新芽 所以我们给三角梅修剪完成之后 给它补充两到三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我们修剪完成之后 它上面消耗的营养变少 根部就开始变得活跃 是生根的好时机 这个时候给它补充一点快速生根粉 让它的根系爆发式的生长 那么新芽长出来就多就强壮了 但是这些三角梅的新芽 我们一定要给它抹掉 因为这颗三角梅它是雨伞状的 所以底下的这些侧枝新芽 我们不需要将它保留 直接给它抹掉就可以了 同时也要适当的把这些长得过长的枝条 给它做打顶促分枝的工作 不然的话长得过长消耗营养过多 就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生枝条生长 我们一般正常了 保留10厘米或者是4片叶左右 就完全足够了 还有里面的过多的这些小侧芽 也给它抹掉 不要给它留得太多 像我这颗三角梅 实在长得是太多新芽了 我们将新芽处理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补充能量了 因为新芽多 消耗的养分也会多 如果这个时候肥跟不上的话 那么它长出来的新芽不够强壮 后期开花品质也会低 大家看一下 一挖起来这个土壤表层全是根 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施肥的话 使用这种肥效比较好的芝麻饼肥 只要在盆的边缘撒上一圈 一定要将它买起来 因为这种芝麻饼肥 它容易发霉 买起来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不给太阳晒到 它里面的一些有异微生物 也不容易晒死 效果会更加好 所以说我们将三角梅修剪完成之后 想要它长新芽多 一定要及时的给它补充 两到三次这种快速生根粉 让它的根系变得发达 后期长新芽了 像我这一颗一样 再给它补充一些有机肥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